背包里发现第一张纸条的 随后他们在书架上 在化妆台的抽屉里 在瓷器柜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纸条 除了这些已打开的 画着家人和爱心的纸条 德塞里奇夫妇还各自保留了一张 没有打开的纸条 埃莱娜去世后 德塞里奇夫妇把为他写的 病中日记集结成书 书名就叫留下的纸条 近日这本日记在美国出版 销售所得将全部捐给 德塞里奇夫妇设立的 关注儿童癌症的基金会 虽然女儿已经不在人世 但是孩子的父母把对女儿的爱 延续到了其他患觉症的孩子们的身上 真是让人肃然起敬 而在加拿大同样有一位很坚强的父亲 他的儿子刚刚在肆虐全球的甲流疫情中 失去了生命 28号 这位保肠丧子之痛的父亲 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孩子 从患病到逝去的经过 用痛苦的亲身经历 给甲流患儿的家长们提出了善意的警告 从甲流疫情在加拿大爆发以来 这是第一个患儿家属向公众讲述自己孩子的病情 保罗的儿子艾文今年13岁 他平时身体很健康 特别喜欢打冰球 但是仅仅一个周末的时间 一切都改变了 到了周六的时候 艾文甚至还能打一场冰球比赛 周日父母带艾文去了附近的诊所 事实上艾文已经停止了呼吸 加拿大卫生部门28号证实 艾文死于甲型HNE流感病毒 并称这一事例完全说明 给孩子接种甲流疫苗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要尽快进行 艾文的父亲向年轻的父母们提出善意的警告 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病情发展 特别是呼吸道系统的问题 加拿大专门负责重症病人监护的专家 告诫父母们说 一旦孩子出现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的话 要立即送往急诊室抢救 你必须 never get short of breath with influenza ever if you're getting short of breath with influenza that's a danger sign and that's a situation where you ought to go to the emergency room